我認為他這場仗 除了是說雇注立委的選情 他自己講的 雇注國民黨基本盤 不至於崩壞 然後也不要讓民進黨滾到盤子 我覺得其實他們還有一個重要的 好像任務 我們未來可以檢驗 是不是你旁邊的幕僚 也很怕一月十六號之後 你必須辭去黨主席 然後你就沒有投入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你是被這些幕僚手涌 我們打一仗 然後到時候不會很差 我還可以背棄之前的承諾說 我一月十六號 不管勝或出 我都要辭黨主席 這些人 我告訴你 假設朱立倫真的是被這些幕僚所利用的 而不是真的那麼不守承信的人 那也太愚蠢了 他也沒有用 我合理的懷疑 我要質疑你 你是不是被你的幕僚抓住你什麼重要的辮子 你不得不聽他們的話 這些幕僚以後我一個一個檢驗 我沒有講誰 所以我講說今天 你到底在講誰 我不需要把你講出來 那些人層級太低了 料底從關 玉底從嚴 當然我們今天檢驗課 朱立倫主席可能檢驗也從嚴 我相信 有些時候我們會稍微嚴格檢驗 但是沒關係我付諸主席 你把你的誠意拿出來 假設大家給你的批判真的重了一點 你展現你的誠意 你選完之後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你辭職 為什麼辭職 就很簡單一個道理 因為你背棄的新北市市民講過那麼多事 因為你講我要把它做好做滿 大家把這票投給你 那你騙了大家 那應該辭職 那辭職假設總統沒有選完 我重新再選一遍 假設我再次當選 表示新北市市民 還是同意原諒我之前不得已的背棄承諾 如果你再選一次 或是你不敢選 我覺得從此頓入空門 好好反省自我檢討 我覺得天無絕人之路 不要一次把自己玩完 其實朱立倫主席 他可以有一個下台很好的一個身段 身領 可是他卻沒有選擇 沒有錯 他的確確 馬力強時代是一個非常耀眼的政治明星 也因為這樣子他一路走來 坦白講 你看他所有的選舉 沒有一次經過初選制度 都是由他的長官清點 或是像這種黨機制 給他這個環袍加深上去 可是我要講一句話 如果我們質疑之前的連勝魂權貴 那這些行為 這些狀況不叫權貴 那什麼叫權貴呢 所以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卑下世史 假使當時生辯時一生真偉有協之 我真的不願意 我跟敏鳳姐曾經對你依賴也有期待性 我跟你講我真的對他本來是有期待了 因為新北市長連任之前 我們就跟他中央幕僚在談些總統選舉的事情 好 好自為之 人生嘛 白雲倉狗嘛 世事難料嘛 要不就高麗生 要不就花旗生嘛 計劃不如變化 變化不如一通電話 打開這個社會版 不是都是三民害世變三民害世 誠信這麼重要嗎 對候選人來講 那麼 寇侯姐 選民這麼在乎嗎 因為我不是新北市的選民 所以我不具代表性 你如果民調問我 我一定是認為他應該辭職參選 可是就政治現實面來講 我其實並不認為 這是一個多麼的迫切的 應該批判的一個政治決定 畢竟現在是很艱困的 從政治現實面來看 是劉德青山在不怕煤柴燒 而且這一段時間我覺得 朱立倫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吞吞吐吐 很多的事情他沒有吐食 他接受了四家報紙 跟一個中央社的訪問 昨天五家媒體的訪問 你把它兜起來 大概有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說 去年新北市我不想連任 我想選總統 結果被黨中央的人給勸下來 特別講說黨內到底是誰 那個時候的黨的主席 叫做馬英九 秘書講到曾永泉 那曾永泉應該沒那個膽 去叫朱立倫要競選連任 換句話講 那個黨內那個人呢 就是馬英九的代名詞 換句話講就是 馬英九不讓他不競選連任 那不讓他不競選連任理由 很可能是因為選情也不好 因為他如果不選的話 按照最後他的得票 很可能連新北都已經掛了 那還有一點呢 那他沒有說出來的 他心知肚明的 就是馬英九 是不是要讓他繼續選新北市 然後按照倫理上來講 先讓吳敦義出來呢 因為我曾經親口聽到 胡志強這樣說過 他覺得朱跟吳應該讓吳先出來 那在去年這個態勢之下 我覺得其實在1.129之前 他所做的決定的痛苦 而且中間的由於反反復 我們大家都知道 終於他在這個他的臉書上 在17號晚上他吐食了 就是馬英九不讓他在2016選 可是1.129之後的大局 這麼的艱困 那你自己都選黨主席了 你當時要選黨主席 其實大部分人都叫你選總統 所以後來的這個整個周折 他是說不過去的 他對不起這個國民黨的黨員的 那中間這個變化裡面 你看他說王朱沛本來是最大公約數 然後馬英九 馬英九為了這個王近平的黨籍的事情 公開罵過他 私下也罵過他耶 你就知道馬英九多恨啊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是這樣說的 所以王這個角色 確實是在他的過程裡面 也扮演了一個 讓他很困難的一個決定 但是不管怎樣這一切都是因為 朱立倫太過於猶豫不決 太過於膽怯 太過於為自己的 這個未來的政治精算 所做的結果 最後被推上了一個火海 那我覺得他被推上火海之後 新北市民裡面 介意他的人是會介意的 那不介意他的人 應該就是藍營的人吧 他現在的訴求也是藍營的選民嘛 那他不請辭 他不請辭而請假 說詞上面要更誠實一點 就是我為國民黨打最後的江山 那就有點像最後那個 你知道這個三大戰役之後 還這個國民黨就死在大陸 然後很多將軍最後也有人是投降的啊 那這個最後也在這個大陸啊 這個就存活下去等等 那傅作義還是把北京的門給打開的 我沒有其他的暗示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留住最後一個城池 是朱立倫的身邊的人的兩種建議當中的一個 據我知道其實在黨內比較中生代的幹部 比較青壯代的幹部 第一時間我曾經問過一兩個人 他們在大概9月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具體比較明朗化的時候 我曾經問過他們 其中有兩個人都回我說他不辭行嗎 那個時候 那可是後來接下來的這個轉變之後呢 黨內的立法委員的意見給他 就是叫他要守住這個城池嘛 那守住這個城池我覺得 他面臨批判 但是我個人倒是不會對他有太高的苛責了 只是這場選戰 我認為他未來如何打這場選戰 才是很重要的一個標的 那他的出現顯示出國民黨在最後垂危當中 就有點像清朝末年一樣 你知道嗎 清朝末年慈一代後 跟他的下面那些這個將軍們 甚至於包括這個偉大的袁世凱 跟這個他的溥仪之間的那些互動 那些勾心鬥角看似很了不起 結果人家外面已經是火燒這個全中國 那最後就敗掉了 那也因此朱立倫所面對的 是一個很可能是更壞的狀況 他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那如果說他可以 國會七次到五十席的話 那我也認為恐怕他的幕僚 也會叫他不要辭掉當主席的位置 所以政治本來就是拳頭 這一點我這樣講 我的理想性是很高 可是我覺得今天這個決定 在台灣的這個政治生態環境之下 我覺得我還可以接受了 OK 佩芬姐 怎麼說呢 你覺得朱立倫是 他是一個政治精算師 他勢必算過嘛 他是怎麼算的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揣摩一下 其實說他精算是應該在去年 11月29號選完 他真正精算是在那個階段 所以他那個時候講的二十幾次 你們剛剛播的 他那個時候的心態就是那樣 所以他不願意面對 因為你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下 任何人去選都會落敗 那他才剛剛選完新北市 而且贏了兩萬四千票 其實是夠難看 你知道在開票過程中間 他們真的有嚇到 所以就是說那個社會氛圍 有沒有轉變 沒有轉變 所以你在想說他接著又去選總統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當然這個過程中間 現在曾經有傳說 侯友宜要去參選 那侯友宜自己是信心滿滿 那我常常在講說 我就笑他們說 如果新北市的民調 那立委 書成就那個民調差那麼遠的話 侯友宜憑什麼信心滿滿 我覺得所以政治人物的評估 有時候是 朱麗倫再選一次都很危險 對 所以他認為他信心滿滿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笑 就是說如果說國民黨原來有十席 現在只有兩席 那你說看任何人去選新北市 怎麼可能會當選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政治人物的誠信當然很重要 但是政治人物有誠信的人真的不多 而且前言不對後語的更多 比如說馬英九在最紅的時候 很多政治人物說馬英九說XXX是最好的某某某議員 或者立委 馬英九說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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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有的人已經不在那個位置上 有的人可能落選 然後罵到湊頭太多了 然後把他以前講過的話 調出來看很多 所以你說政治人物的講話的誠信 在那個時機點上可能是那樣 但是過了那個時機點 那我想口口有一點是比較很真的 就是政治現實本來就是這樣 那以整個國民黨來說 你保住那個新北市那個位置 你知道那至少還有個政治舞臺 如果新北市沒有了 六都通通沒有 國民黨政權也沒了 立法院也沒了 請問一下那國民黨是個什麼 可能就像那些支持紅袖珠的人 然後說就讓他倒了算了沒關係 然後就新黨也可以來接那些人 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換句話說 他被罵到湊頭 我覺得是可以想像 紅袖珠沒下來的時候也被罵到湊頭 那你知道他破磚行動過了以後 還去看一個國民黨的重量級大佬 那個大佬跟他說 你一定要記住 你是在拋磚引玉 你不是那一塊玉 就這樣對他 因為他去看人家 人家就這樣跟他講 所以你在想說 紅袖珠這樣拚了命要去選 那到後來被所有 你看所有媒體那個節目罵到湊頭 簡直是不換到他 簡直不得了 但是一個情況就是 朱立倫未來面對的是非常艱苦的前途 事實上是這樣 那對但是對很多立委來說 好像是鬆了一口大氣 OK 那天在那個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 大家仔細掉那個鏡頭來看 那些黨代表告訴我說 在洪秀柱講完 然後這個投票之前 那些黨代表每個臉上是沒有笑容 沒有表情很緊張 等到開完票證實說 朱立倫可能過了那個過半 那些黨代表才有笑容 OK 所以你在想說那個黨代表是不是就是說 自己緊不緊張也很緊張 那你說國民黨緊不緊張也很緊張 那當然你說會罵他 我覺得很正常 如果你今天要打一個政治對手的話 我當然挑進各種樣的方式來罵你 所以拿那個什麼朱立倫說 其他還有立可循 當然不一樣 因為他是選總統 所以那個高度是不一樣 但是他會被罵到湊頭 但是他如果辭也會被罵 還是有其他東西可以罵 也許這個社會普遍來說 也許我們揣測 這個社會並不是那麼在乎誠信 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是 誠信這件事情 可能對很多有理想的年輕人 年輕族群或年輕選票來講 是很重要的 米鳳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必爭之地 不就是這群人嗎 怎麼面對他們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講這個所謂代職參選 然後國民黨就開始做一堆人 通通代職參選 我們講說通通同意好了 包括副總統這個呂秀蓮 他當時也是桃園縣長 也是代職參選 那我強請問一下 人家代幾職參選 朱立倫你代幾職參選 人家頂多是一直代一職參選吧 你是身代兩職在參選一職 然後更何況是說 你三職都在身上 那你最重要是你講了二十六遍的 你說你要不走 你不會去選總統 你會做好做滿 所以你今天下午那個結明節目 不是嗎 很多政見上面 然後朱立倫下面就貼一個跳票 好 那你就什麼都不用談了 對不對 你講出來講越多什麼年輕人 我會對你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後面只要說新北市長跳票 那你政見上面 你不要說跟蔡英文比 你恐怕連宋楚瑜都比不上 我必須還是要在這裡 向所有的市民表示抱歉 因為對於很多市民同胞來講 過去曾經多次表達 不會參選2016總統大選 好最大